女子假扮男人十年骗两女上床 英国这名短发26岁女子布鲁克斯 猛然一看真是雌雄莫辩 他假扮男人以绷带束胸 言人耳目将近十年 2001年他搭讪一名女子带他回家 仿称背部受伤身上绑绷带 所以不能脱上衣 为了让对方更相信他还会站着尿尿 连洗澡时都用泡泡遮掩身体 他还谎称得了狗王癌 不让女友摸他下体 跟女友做爱时则以假洋具 戴上保险的套充当 交往八年后他还向女友求婚 去年他又假扮男人结交新女友 某次起口角时他尽恐吓要 放一把火烧掉房子 还把女友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 尽管布鲁克斯巧妙隐瞒女儿生长达十年 最后人东窗事发 前天法院以诈骗和攻击等罪名起诉他 众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